杨润煞是什么意思 杨润是四柱神煞之音 而且是新密家所认为的极恶之煞 杨润者本为私行之特殊心 而此心之特征为激发 激躁 但此暴力的性情诱导 往往会生出含有的怪劫 劣势 孝富等 但此心者从事警察的行业居多 杨润是一种很强硬的气力 但他并不一定是凶恶的 必须看八字中的整体组合 杨润只是八字中的一小部分 并不能完全地代表人的命运好坏